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分成三块去讲 一个是讲一讲新的存储的整体架构 一个是它的写入 一个是它的读取 做计算下推 好 这个是它的整体架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整体来说 它的思路其实是比较接近于 现在比较流行的 用这种raft加上rocksdb去做一个这种分布式的这种分片选阻和原信息以及数据信息的存取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模块的话是 那个模块的话主要就是两大块 一块是我们的存储的store层 就是存储的这一层是存储这个数据数据 然后还有一块呢是这个place driver就是pd这一层 然后呢可以理解成它主要的功能就是一个meta server 然后去增加了一些这个包括像其实就是类似于一个自己用这个rocksdb和raft去代替的一个etcd 只是说是更适合的一个这个图的这个场景的版本 然后整体的话它的架构是这样 然后呢然后我们这边呢把这个数据的写入 把包括这个olex这边的这个图计算的这个数据的读取和这个写回 以及说这个它的整体的这个toServer这一块的这个这个计算 包括说它的运维监控整一套都把它打通了 然后在这个版本里面呢 整体的这个分布式的体系已经算是比较完整 就是整个从数据读写到它存取原信息等等 都是算是比较完整的体系 然后这一块的话可以看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我们现在实现了这个架构上的这个写入的这块的这个做过了一些这个优化 然后呢从就是从CPU和这个计算和这个内存方面可能是几块 我们都去做了一些优化 包括呢这个上面也写到了这个我们在导入的时候去支持了这个bypass server 也就是说类似于传统数据库里面的 但是也不太一样 就传统数据库里面有一种buckload 对吧 它是可以不用去走这个这个db server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相当于是直接照顾了db server 但是呢可以去通过在线的方式 就是不需要去通过buckload的方式 也可以去就是去这个直接进行导入 并且我们在这个导入的时候把这一些内存中的这种graph transaction也把它给关闭了 然后相当于是去做了一些相关的优化 就是让我们在直接进行导入的时候能够直接以一个rpc kv的模式去把bypass数据写进去 然后包括这个地方我们在grpc这一块的这个它的这个protobuf生成的这个数据文件也去做了一些优化 就是protobuf它默认会有一个这个加法文件的一个生成 然后就是多多多元文件的生成 然后它默认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数据和它的一些这个呃 性能是比较弱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把它做了一个替换 就是让它的这个rpc生成的这个性能会更好 然后呢这一块的话 就是看到我们还可以在roxdb这层也是做了一些这个优化 因为roxdb对于整个rpc加roxdb这种体系类的存储的影响是很高的 比如说其中它的这种redstore它的这种compaction和flash的竞争 然后这一块的话我们是一是去实现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那种线流器 然后第二个是把这个roxdb的这块的这个线程和它的这个 这个这块的这个参数也去做了一些额外的一些优化调整 让这个roxdb写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就是避免被它的compaction 或者flash互相进行一个相互影响 然后可以看一下就是在原本的情况下 在我们1.0的版本的时候就是我们做这个推特数据的一个导入 大概的性能应该是在50万到60万左右 就是最快的话可能能达到7080万 然后现在的话在三个节点64和256G的内存下 可以最快的时候推特的这个写边的速度能够达到262万每秒 也就是262万行每秒 然后这是关于说这个高速写入这一块 然后呢关于查询这一块的话 我们最主要做的东西就是做了一个计算下推 或者说也可以叫算子下沉 或者说是就是类似于大家能够理解的一个这个下推 这一块的话就是也做了一些读相关的优化 这边做一个汇总说一下 第一块就是在加PC这一层的话 我们是用了一个channel的一个channel池 去多个channel去同时并发的去访问 避免单channel上打满或者说是消费会阻塞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并行便利这一块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图的查询经常是一个多度的邻居 以一个点出发 比如说这是它的e跳 depth1,depth2,depth3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的这种并行化的这个性能 或者是它的这个读查询的效率 其实是会受到很明显的影响 我们这个地方在存储层 也就是在rockcb和raft这一层做了一个这个prefetch 也就是以前的时候 它火山模型下 它会去迭代器的去访问这个迭代器的时候 它是会依次的去迭代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会相当于是在server之前 它会同时给这个storeclient去 给这个storeserver 在graphserver之前 会给storeserver去发一个这个并行的请求 然后storeserver会把它需要查的数据 提前先prefetch 预读一下到这个内存里 然后这样子在真正实际上graphserver去执行的时候 就会速度要好很多 第三块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原生的这个java的这个map和这个set 也是做了一个这个替换优化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java原生的这种concurrent的这种 这种map或者是它的这种hashset 它的并发能力 或者说是在很大的读写的情况下 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性能瓶颈的 我们这个地方采用了两种思路 一个思路是采用那个对外的方式 用unsafe去做一个int to int的这种映射 把这种把这种map和set里面的这种对象字符串 转换成一个int 然后做一个映射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会用java的方式去做一个这个调用 调用一下csr的这种这种高性能的这种并发set 然后这两个方式的话其实是都有可以使用 然后默认的话我们会用这个对外的方式 然后java的方式因为稍微tricky一点 然后就做一个可选项 然后这块的这个也可以很明显的去改善一下 就是在很大的这种多度邻居下查询的时候的这种 这种gc的问题 因为可以大幅的减少它堆内的这个内存使用 然后呢在剩下的来说的话 最关键的点应该就是在计算下推了 对吧 前面说的一些点是一些小点 就是说整个读查询 我们这个地方做过了一些优化 计算下推的优化 可能就到下面来单独再讲一讲 然后下面是一个这个对比的一个这个测试数据 也是对比了一下主流的 以前开源的一些图数据库 像NFOJ啊 GeniusGraph这种的一些这个查询的情况 好那我现在下面就来专着重讲一讲 这个计算下推的这个事情 我们是怎么去做的 好这里我简单举了一个例子 最上面是一个Griminate的图查询语言 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种类似于GraphQL 是类似于一个图查询语言的 类似于一个函数式的图查询语言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地方 它要做的事情是去查询这个图 所有顶点里面 然后label就是比如说是label 是人这个顶点的 然后比如说连这个age是20 然后这个所居住的城市在北京的这个 一个统计 这是一个就相当于是统计 在北京有多少年龄为20的人的总数 然后呢 这个语句在以前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串型的DFS搜索 然后呢 我们在做计算下推的时候 先说一下这个整体的效果 效果首先第一就是说 它的这种has 它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filter 过滤嘛 对吧 就是label有很多种 然后我只找其中是person的 这个年龄它也是一个属性 它也是可以 它是一个锁引 它是一个二阶锁引 然后也是可以去做一个就是filter 然后以前的话这一层 我们都是在graph server这一层 也就是说在上层去做一个这个筛选 从底层去拉数据 从store这层去拉数据 然后在计算层去做filter 然后可以看一下 计算下推的核心就是说 把这些filter 包括索引查询 包括这个内存过滤 把它都放在存储层去做 也就是其实也可以说 它也比较像以前那种传统DB的存储过程 对吧 就是说把你业务层的一些计算 锁引查询 把它尽可能的下推 推到存储 这样子的话减少就是server层 就是graph server层和这个store server层的这个交互 可以看一下 这是它大概的一个整体的流程 然后呢 就是这条语句 首先是从user层去传入进来 到了graph server层 它会有一个ast 会解析这个语法数 解析这个语法 把它语法拆完之后呢 它会生成一个query对象 query对象 然后这个query对象呢 就会去在这个地方调用一下stocklent stocklent这个地方 它会有两个事情要做 一个是做一个aggregator 就类似于我们协处理器的 这种一个aggregator的这种概念 然后呢 另外呢 它会去把这一个task拆成多个 因为我这一个 一个查询 可能是在很多个节点 很多个分片上 那么这个地方 它就去访问一下这个pdserver 拿到它的一个这个存储列表 并把这个存储列表 分发到多个这个store的这个节点上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 在store server这一层 就会去申请 首先根据它的这个任务拆分 去会申请一个 生成一个执行计划 然后对这个执行计划进行 比如说 去读表 去读索引 然后去反序列化 去做filter 然后最后再会去做一个 这个map映射规 把它规约进来 然后呢 最后呢 它会先在本地的每个store 去做一个汇总汇聚 最后再把它汇聚到这个store client 就是在server的这一层的这个地方 做一个 做一个aggregator 跟常见DB里面的这种 协处理器的思想 其实也是 也比较类似一点 就相当于是 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这个实现 然后呢 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读这一块 这是读这一块 然后同时呢 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刚刚说了 我们把这个计算做了下推 其实这一部分 我们把写入也做了下推 因为很多的时候 比如说有些场景 是一些索引重建 对吧 索引重建是一个 针对整个全表 全图数据的一个重建 那么以前呢 它这些东西在sov层也会很重 然后把索引也做了下推之后 就是它的写 我去重建索引的时候 它也可以直接在这个 store这一层 去做这个整体的这个分片 和这个数据的 这个读写访问的这个重写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不仅是读 可以去在存储层去做 就是写入 或者是重建这个任务 也可以在存储层去做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一个整体的 一个这个计算下推 和这个索引下推的 一个这个设计结构 就是刚刚 刚刚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个大概相当于是一个 一个结构图 好 行 那这个 这块就说到这 然后呢 在第二块呢 就是再说一下这个 关于这个内存图计算 也就是我们也新推出了一个 全新的一个分布式的 内存图计算版本 然后可以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 能不能把它取消 不好意思 那个 我们的一个新的 全新的内存图计算 可以理解成 它是一个 常驻内存的一个图计算引擎 然后呢 这一边是它的一个架构图 从架构图上其实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这种 master worker模式 组存的模式 就是这块可能比较 它没有什么太多的 然后呢 中间是用 JPC进行通信 然后它可以去直接读写 我们的这个 直接图写 直接图写我们的图数据库存储 也可以直接去读写 我们的file hdfs的文件 或者是s3的这种对象存储的文件 也可以去读写这种本地的文件 然后呢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特别说一下的就是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数据读写 这块已经现在已经支持了这种 就是混合读写 也就是说我们的数据 虽然说是常驻 常驻内存 但是它也可以支持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引进了这个PypeDB 把PypeDB作为它的一个 这个也是类似于一个 这个磁盘写的一个这个backup 然后呢 它可以把有一些冷的数据 放在这个磁盘上 并不是说 必须得把数据全方的内存 只是说计算的时候 一般值得内存 然后呢 整个这个内存图计算的 这个核心的结构 是一个GAS结构 如果说大家熟悉这个 如果说大家熟悉这个 就是图计算这一块的话 GAS结构也是一个很经典的 它是基于最早的时候 Google有一篇 Pyrego的一篇paper 然后做了一些 相关的一些改进和这个演变 然后我们在GAS的基础上 又做了一些这个改进和这个探索 然后这个在后面的时候会说一下 然后呢 我们这个版本的图计算 其实它有一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 它基本上计算是全内存的 然后这个内存会进行一个 就是默认不会释放 就是会一直持久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内存里去 同时进行多个图算法的运行 不用去重新的重复的加载数据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版本是基于购义员开发的 然后呢 它打出来的都是一个RT值包 它部署的时候会很方便 就比如说你 如果说你的数据量不是很大 在百亿以内的情况下 你可能只需要一两台机器 然后几个这个执行脚本 就可以很快的去启动一下 整个图计算系统 不像我们的1.0版本的时候 是基于K8s和样的这种结构 就比较重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在这个版本的测重 它就是在百亿数据以内的一种 高性能图计算 然后我们1.0版本的那个 加华版本就比较测重于一个 千亿级别的一个 测重一点磁盘 测重一些磁盘的这种 这个就是海量数据的一个图计算 然后就各有测重点 然后这一块的话 就是我们分布式图计算的 怎么让它变得更快的 一个一些核心点 第一个就是尽可能的去减少 这个消息发送 也就是说在图计算系统里面 其实刚刚在下一页的图的时候 会有一个消息量通信机制的介绍 也就是我们要尽可能去减少 这个消息的发送 因为在分布式的环境下 你的消息发的越多 你的整个网络 IO CPU或者是它的迭代的 都会成指数的往上升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尽可能 想要数据的读写的总量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版本 是以内存为主 所以说我们得尽可能的 把内存中的数据做压缩 做合并 然后尽可能的把冷数据 落到磁盘上 避免说内存里存上大量的 这种无用的数据 这个地方也是 刚刚说了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的计算模式 主要是JS的模式 然后我们在图在存储的时候 在内存中 也是类似于一个压缩系数矩阵 一个CSC的那种类似的模式 后面也会有单独讲 那么先就是沿着刚刚的 怎么去减少通信量这一点 就是说我们跟以前传统的ProGo 或者是最早的时候的 图计算的1.0版本有什么最大的区别呢 最大的一个显著的区别 就是我们的通信量 这个地方从O1 这个1代表的是边Edge 这个V代表的是点Vortex 也就是说我们把通信量 也就是我们把通信量 从这个O1的这个数量级 把它降成了OV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这个OV就相当于是点 比如说我们的微博 微博上每一个大V 每一个用户都是一个点 这个边相当于是它的一个Path 或者说相当于是它的一个路径 然后你比如说你微博 可能它的总用户 总的OV可能只有10亿的级别 但它的这个边可能会有百亿千亿 甚至可能会更高 所以在以前的这种消息通信 模型下 如果说是基于这个边去做消息传输 做这个Batch发送 跟你一点是会有一个 就在大部分的这种 这种稠密图的情况下 是会有一个很大的 这个数量级差点 那么这个情况下 我们怎么去把 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就是在JS的设计模式下 它是这样的这个工作原理 每一个worker 每一个计算节点 worker 它会把全量的点的数据 都缓存一份 也就是说 它这个地方提出了两个概念 一个叫main path 一个叫mirror path 一个这个main path 就是说我这一个worker 比如说假设这三台节点 三台节点 假设一共是十亿的点 它会缓存三分之一 三点三亿的这个边 作为它的一个main path 并且它会去把 从其他的节点上 把另外的三分之二的数据 做一个mirror 然后这个情况下 就是说可以看到 每一个节点都是这样子 各自有三分之一的主 然后有三分之二的这个mirror 然后这样子可以保证是 我在计算的时候 我的所有的点 都会在每一个节点上 会全部换存 那么这样子 它就可以尽可能的避免 我在做每一条的 这个计算的时候 去反复的去 因为我只要查不到 我足够的点 我得去发消息 我得去查别的点 尽可能让计算本地化 只在必要的时候 再去做一个BSP的同步 然后再去做下一层的 这个消息的这个迭代 然后关于这个细节的话 以后也会有一个单独的 这个细节文章 这里就不太做细节说明 然后我们这边的核心的这个地方 就是刚刚说的这一点 把消息量从O1降到了OV的这个级别 这个地方是一个简单的 这个数据结构的映射 因为是关系我得讲快一点 这一块是原本的 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图 对吧 是一个图书具结构里面的一个图 这是它的一个sauce data 然后这是一个很常见的 一个临界矩阵 一个二维的临界矩阵 就是做了一个映射 然后这个地方是在我们图计算里面 我们用了这种列存的方式 因为OleApp里面 一般都是以列存为主 我们在用一列存的方式 然后把所有的这个worker 假设这是三个worker 它会把这一个临界矩阵 去做一个这个劣势的转换 并且在内存中会做一个 类似于CSC的一个压缩 然后让每一个点 对应的这些边 或者是它的一些群众 都是以一个这种列实的方式 进行存储 这大概是一个简单的说明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目前支持的 一些常见的图算法 包括中心性的三角技术 相似度的社群发现的 都是支持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简单的benchmark 就是大家之后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了解 试用一下 然后呢 这边是它现在支持的一些特性 然后包括这个第一点呢 我们引入了那个pepldb 就是用go写的重写的 它是cocroachdb的一个底层存储 对吧 以前也是用rocksdb 后来它自己用pepldb把它重写了 然后这块我们支持这个混合存储 就是你多的数据是可以 你的多的数据是可以落盘 然后呢我们也支持了一下整个这种多租户 资源隔离 以及这个任务的这种简单调度 然后有一个go的sdk 也有一些这个 也支持我们去写一个go文件 然后作为一个这种算法plugin的模式 去把它就是接入进来 这是它目前的这个特性 然后我们未来的话主要的话 就是有侧重几个方面 一个是其实也是olap系统的一个痛点 就是olap系统怎么去做增量更新 对吧 就是现在它会去全量的去拉这个图的存储 但是呢如果说你图的数据有更新的情况下 它还是得要全部重读意思 那这地方怎么去做它的增量更新 第二个就是一个多版本的这个sdk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master的高可用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图的master比较轻 对 它的计算任务基本上不做计算 所以它比较轻 但是呢实际上master它如果挂了会 会导致整个机群都会崩溃 所以说它也会需要一个高可用 虽然说它不是特别的紧急 然后后面的话就比如说 包括一些自适应的任务调度 对吧 怎么样根据这个图计算的这个任务的 这个重要性priority 去做一个并行化和做一个这个适配 现在我们支持并行的任务去计算 但是还没有去实现它一个详细的调度的机制 然后第四个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就是用户们可能常用的是python 或者什么去写图算法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样 提供一个UDS于http的方式 或者提供一个UDF的这种接口 去让它这个我们的图计算系统 让用户用起来会更简单更好用 好 这块就说这一件 然后呢第三块就是关于Graph AI这一块 还有这个图可视化这一块 然后我也简单说一下 第一个这是我们新版本的这个图的Hubble 就是有一个可视化的一个平台 然后呢它主要是把之前的版本上的这种可视化 做了一个很大全面的提升 包括用户管理包括这个Graph Traverser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 这种图空间 对 然后包括这个图的这个tp算法 ap算法 同时都可以在一个图的可视化界面进行支持 这样的话用户呢可以 直接在一个UI界面上去进行一个图的查询 tp查询 ap的执行 对 然后可视化的话就显然说一下这个 然后下一个呢可能就是最近稍微热一些的 然后也是说关于大模型这块相关的 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大模型这个这两年的话算是最热的技术点之一 然后呢传统的话这个地方我引用了一下这个微软还是NEO 4G的一张图 就是传统的话基本上到vector这个vectordb这一层已经算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算是一个叫做baseline的一个这种react的应用 然后呢 就是类似跟这个这张图是一样的 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向量这一块它去做react去做这个服务的时候它主要是提供一个模糊召回 然后呢现在大家对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幻觉大模型的这个回答问题的这个质量有更高的要求的时候 就比较自然而然就会引入一个类似于图谱对吧 类似于一个graph reg的这种概念 然后最近的话微软也有开源他们自己的一个graph reg的实现 然后最近也比较火 然后我也来说一下就是就是hugegraph社区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计划和安排 这个地方是一个我们初步目前的一个这个graph reg的一个这个框架的这个设计 设计的一个这个这个整个框图 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话最上面的是一个这种传统的这种用户的QA问答 这种知识抽取以及说这个知识的一些操作 然后呢在这个应用层这块我们会去作为传统的一些非结构化数据 结构化数据做一些做一些抽取对吧 这个地方也是提到了 然后有包括上传统这种KG里面的实体抽取 三元组抽取然后属性抽取 因为这都是基于现在大模型的能力对吧 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做一些这种衍生 然后我们现在是可以同时支持三元组抽取和属性图的抽取 这两种都是可以支持 然后再就是这一块会提到有一些这种召回的策略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比如说一个PDF一本小说 我们先把它抽取成了一个三元组或者说是一个属性图 那么这个属性图怎么样去做查询呢 就是怎么样应用到这个GraphREG这一层呢 这个地方我们会有几个比较关键的点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用向量化的东西 比如说你可以用Facebook的这种向量库 你也可以用一个VectorDB去对我们的一些点和边的ID 做一个向量化的模糊匹配 然后呢我们会在图数据库你们会进行一个查询 然后在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在这个REG层 再去通过这个REST的API 或者说是一些这个function的这种工具 会进行一些调用 然后呢这几块基本上都会有同时的在做 就是说我想要我的这个GraphREG 能够更好的赋能传统的这种REG 那么呢它需要是包括它的这种Tax2Circle 对吧或者Tax2Grimine 以及说包括它抽取的时候 这个抽取的这个质量 怎么让它自动的话去从非结构数据中去抽取出一个比较好的图 以及说它怎么样去做后面的这个迭代和这个 这个数据的这个转换 这都是比较麻烦一些的点 然后这个呢是目前的一个 这个是目前的一个小的一个demo 对吧就是这个也算是一个这个MVP的版本吧 所以我在这边标了一个这个WIP的标志 然后呢很简单看到就是说我们可以上传一个文本文件 上传一个PDF或者TST文件 上传一个比如说你的图的一个schema 或者说是你有一个 你不上传schema也可以 它会自动的去识别 然后上传有一段可以自定义的一个这个大模型的Prompt 然后呢它会去做一个自动的这个图 和相当的一个抽取 然后可以帮我们去一键化的去构建一个这个 一个问答系统 这边呢它可以 那这边做了一个比如说我可以去做一个这种提问 然后呢它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说我在graph 在那个只有大模型的情况下 它是什么样的回答 我在大模型和vector的情况下 它是什么样的回答 然后我在只有大模型和graph的情况下 以及说我在把vector和graph同时用的情况下 它这个回答是个什么水平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有一个实际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应用案例 对吧 也就是说是一个这种企业查询的一个graph reg 到底是怎么去做的 这是一个实际具体的案例 比如说我们再去做一些 比如说什么天眼查 对吧 起查查这种 对吧 它这种很很典型的是去一个 查询一个公司 它相关的一些人信息 或者一些法人对象的时候 怎么样去应用到这个graph reg的这个概念 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图 然后上面这一块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vector和 和这个数据的这个 和这个vector和这个graph的一个召回 这个地方呢 额外补充一下 它做了一个这个预料的迭代 也就是说在大模型的这个 大模型的这个数据来源 或者说是在这个vector db的这个数据来源这一块 其实现在是一个痛点 就是大家一般都是去人工的生成数据 或者是做人工的校正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样去让这个 让这个text2gremium的这个模块 更好的去应用呢 这块呢 我们用了一个 类似于一个二步迭代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先用一个 小一点的模型 或者弱一点的模型 去做一个自动生长 然后呢 这个地方辅助人工 会去对 再进行一个这个强模型下的 一个这个二次的这个校正 这样的话 尽可能 提高一下这个 这个 这跟说这个预料迭代的一个这个效率 也算是一个比较简单可行的方案 也不算是说多高级 然后总体来说的话就是这样 就是整个graph reg这一块呢 我们就还是在一边尝试 一边去和业务上去做一些结合 然后也希望就是这一块graph 能够在就是AI 或者是大模型这一块呢 能有更多的一些落地和实际应用 好 那这个我的这次分享就到这了 这个因为可能讲的稍微有点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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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